問說 那麼蝦皮電到電的商業模式 又基於什麼出發點 也是有點看不懂 呃蝦皮它是以資本而作為商業模式 就是外國大量的資金的進來 它就意思是說我用大量的補貼 然後先去霸佔這個很大的市場 然後我再看是說 我有了人流量了 我有人群了 我有這麼多金流在聊 我再去看一下 我從裡面我可以轉換出 什麼樣的商業模式 坦白講 你會看他們的電到電 其實它前面的部分呢 還有很大的空間 所以事實上他們也是在側營運說 它開了很多電之後呢 先把電量體開起來 藉由很大的龐大的資金 開啟之後 人流量習慣的到那邊的時候 你想想看喔 你如果一個禮拜 你要去Same Eleven一次 那通常更多啦 那你也去Shoppy一次 那假設它已經提升到說 你去Shoppy要去5次的話 那是不是它在它前面的 它的這個 店裡面的地理位置 它前面如果設計或設定一些什麼東西 讓你去的時候 一定要去買 或拿那個東西的話呢 加上它全省的這個店的數量 然後加上一個禮拜 或者是你去那麼多次的話 我跟你講那個營業的或那個利潤就不一樣了 所以呢它它的商業模式再來是說 我先藉由龐大的資金 我不去看我的營利 我只看我的市場佔有的地點 地理位置佔有定 我的開電率 比如說你想想看喔 如果Shoppy的店 假設我亂講 Same Eleven有8500家 那如果你Shoppy的店 你如果也開了5000家的話 它就是一個很龐大的力量 那那變成是它是不是可以 租給人在前面去營運什麼 或者是它可以做個新的品牌 在裡面做什麼什麼什麼的 它就有非常多後續延伸的商業模式 因為為什麼呢 它的量體的點對點的布局已經完畢了 它有足夠的量 量體的電 然後呢 它有足夠量體的人流量 那它就可以產裡面產出很多的交易 那這個交易就會新的金流 商業模式 所以呢 它目前這部分 電到電商業模式是還沒有完善的 可是它現在是在做布局的動作 燒資金做布局的動作 那當然這個前提是 新加坡他們母公司 對他們全球在做這件事情的布局 這個資金不會斷裂 然後可以一直支持他們去做這件事情 那就沒有問題了 對 大概是這樣 我們在跟著資金做布局的投資 或許多貢獻